对于选举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个个有希望 人人无把握 所以我认为 说究竟韩国瑜 目前在高雄所带的旋风 能不能造成翻盘 我倒觉得不到选举 最后投票的那一天 谁都不知道会是如此 结果会是如何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确实要去思考 今天韩国瑜确实 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路 第一个他没有受到 国民党那种派系 或者大佬的支持 这个是我们非常肯定的 而且第二个 他能够去深入民间 然后去跟人家晋升接触 即使受了人家白眼 或者非常负面的态度 他仍然对着笑脸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 目前在网络上 看来是韩国瑜看好 等于而这个绿营 因为深耕高雄多年 所以是一个空军跟陆军的作战 我认为这是个误判 其实韩国瑜一步 一脚印的这样走出来 所以现在倒戈了陆军 其实也蛮多的 但是我认为 所以韩国瑜这个现象 其实大家要思考 未见的是大家选择了韩国瑜 而是大家不要陈其脉 陈其脉他代表的绿营 以及陈其脉他个人的形象 受到选民的唾弃 我认为这反而是造成 真正韩国瑜他气势上升的原因 因为韩国瑜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他基本上很多群众的态度就是 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绿营 我就是不要陈其脉 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回想 当初台北的柯文哲之所以胜出 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当时连胜文 以及国民党整体的形象不好 所以到了最后 是所有的票都涌向柯文哲 而不是选择柯文哲 但是